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望线 云深有之处 第四集 蓝望鸡将魏无线轻轻地放在法阵中央躺下 头对食味 脚对虚味 后看向温宁 示意她再为魏无线使用麻药 确保她不会中途醒过来 蓝启仁带温宁为魏无线注入结束之后 方才开口 温宁 在此期间 你一定要保证 无线灵脉和金丹的万无一失 一旦有任何不对 立刻禀报 温宁重重地点头 蓝老先生 您 放心 公子的性命 对温宁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温宁不会让公子有事的 蓝启仁点了点头 看向三位小辈 司追 景仪 金小宗主 此时关系重大 须得竭尽全力 是 蓝启仁又看向在场众人 另外 结单过程中 会看到无限的生平往事 无论看见什么 请诸位务必稳定情绪 切不可出差错 此话 更是对蓝旺鸡说的 魏无线的生平往事 自然包括了扑单等事 若是开心之事便罢了 若是 蓝旺鸡肯定承受不了 蓝旺鸡什么话都没说 而是转身看向了熟睡着的 魏无线 眼中闪过一丝不一样的光束 时辰到了 温宁用悬丝绑在魏无线的手上 时刻注意着魏无线的状况 法阵中的29人 也分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由连接灵脉的22位长老 先行输送灵力 苏丹的七人继而跟上 伴随着源源不断的灵力 输入到魏无线体内 魏无线的第一个过去 浮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蓝旺鸡和江城 一眼就看出了 眼前的场景出于何地 那里是一个山洞 是沐溪山屠路玄武洞 画面中一片昏暗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 哪怕是蓝旺鸡本人 也无法确定接下来发生的事 而就当所有人都迷茫的时候 一抹亮光让众人的视线 聚到了一块岩壁后方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跟你说这些废话 这不是没办法吗 谁让这个山洞里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倒霉人了呢 画面中 正是当年蓝旺鸡和魏无线 在屠路玄武洞中的对话 蓝旺鸡现在才发现 当时的魏英一直在想办法让自己高兴 因为当时 云深不知处受到了温室的针对和迫害 不多时 害时到了 蓝旺鸡睡着了 魏无线却依旧在说个不停 转头看见蓝旺鸡睡着了之后 魏无线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容 总算是睡着了呀 看来害时已到 没想到蓝家这令人发指的作息 也挺有用嘛 魏无线给蓝旺鸡盖上了自己烤好的衣服之后 便也靠在了石壁上 慢慢睡去 蓝旺鸡看见画面中 魏无线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心中不免 有些心疼 明明他自己也受伤了的 然而接下来的各位 却看见了魏无线的梦境 魏无线被温巢关进了有一只大狗的牢狱中 被大狗弄得遍体鳞伤 蓝旺鸡的心都要碎了 蓝西辰自然知道 此刻蓝旺鸡的心情 旺鸡 莫要被干扰 蓝旺鸡知道自己不能分心 便努力平复着心情 这边的江城也是心痛不已 要知道魏无线从小就怕狗 害怕的样子自己最清楚不过 看着那样狼狈的他 心中百感交集 当温宁将大狗支柱后 众人都松了口气 看着温宁对魏无线的关心 以及给魏无线送药 对温宁的看法也是改变了不少 要知道如果没有温宁 或许魏无线早就死在恶犬之下了 可是最让蓝旺鸡心疼的 是魏无线将温宁给自己的药揣在怀里 准备留着给蓝湛 魏无线就那样担惊受怕的 与大狗待了一夜 这时的蓝旺鸡突然咳嗽了两声 把魏无线惊醒了 魏无线查看了蓝旺鸡的情况 有些不大好 根本就已经忘记了自己适才在梦中的那份挣扎 不行 这样不是办法 蓝湛的腿不能再这样号着了 我得下水去看看 看见魏无线带着伤口潜入水中 去寻找出去的洞口时 脸上的那丝痛苦 让所有人都不禁心疼不已 渐渐的 画面变得模糊 魏无线的第一段记忆 就这样结束了 蓝旺鸡现如今对魏无线郁佳心疼 明明自己也受伤了 明明自己也需要人照顾 可是当年在洞中 他是如何的大意凛然 是如何的快意洒脱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场景 却是让众人都不禁皱眉的 因为这是魏无线剖单的经过 蓝旺鸡不知一次想知道 魏无线当年剖单的经过 希望魏无线能用剖单的痛苦 向自己撒个娇 可如今真正要知晓的时候 蓝旺鸡是真的害怕了 他不敢去看 对于江城来说 这也是一个他无法忘记的心结 如今亲眼看见 不免有些焦虑 为江城蒙上眼睛的魏无线 大声在江城身后喊着 江城 只有这一次机会 以后千万不能再那样冲动了 随即魏无线 从小到提前到达了山顶 等着江城 江城到达山顶后 经过温情 与魏无线事先对接好的话后 迷晕了江城 温宁一次又一次地询问着魏无线 可得到的答案 依旧是 我没了金丹 今后也不愁没路走 可是江城不一样 没了金丹 他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温情叹了一口气 魏无线 方才我给你注入了些麻药 可是金丹 出现了波动 恐怕不稳 随时会消散 所以你必须 保持清醒 那就别打 还没等温情说完 魏无线就已经开口了 别打麻药 直接剖吧 我会让自己醒着的 魏公子 温情拔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刀 那好 忍着 温情的刀刺入魏无线体内的同时 魏无线也发出了无比痛苦的声音 脸上的汗水告诉了在场的所有人 剖单究竟有多痛苦 一旁的温宁早已经红了眼眶 这可是他最敬重的魏公子啊 温情听着魏无线痛苦的声音 一直强忍着泪水 继续剖单 一点点地摸索着金丹的位置 看着满头大汗的魏无线 却还在努力强撑着 蓝忘机的眼中泛起了泪花 过来好久 温情总算是看到了金丹的光芒 看着眼前面色惨白 嘴唇已经渗血 死死闭着眼睛的魏无线 温情不敢有半分疏忽 温情的刀美深入一点 都能够感觉到魏无线在颤抖 终于 温情准确无误地碰到了魏无线的金丹 准备将他剥离魏无线的体内 可刚刚动一下 魏无线就发出了更加痛苦的叫喊声 此刻的蓝忘机哪里还要什么哑正 早已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 因为这一声叫喊 瞬间倾巢而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水